2020年1时,中国人民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展牵动着14亿中国人的心 日内瓦时间1月30日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 正在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即PHEIC,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过于悲观的人发表着种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预言 成日坐立不安,无心工作生活 过于乐观的人觉得这一切不关自己的事 该吃吃该玩玩 其实在当前局势下 两种状态显然都是不对的 对于病毒,咱们要做的是冷静再冷静 要像五年前,咱们面对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一样 不掉以轻心,也不过于悲观 2014年8月,世卫组织发布了 自国际卫生条例颁布以来的第三次PHEIC 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 这次疫情的源头在几内亚 2013年12月2日 几内亚的一位两岁儿童被裹腿药后开始发烧,呕吐 4天后死亡 附近的村民陆续出现了感染症状 到4月份,几内亚全境共有86人死亡 而一切才刚刚开始 此后,塞拉利亚、利比利亚、美国、西班牙等国 也开始爆发疫情 到8月份,世卫组织发布PHEIC时 埃博拉病毒已在全球范围内造成1229人死亡 很快,全球人民都知道了这种病毒 埃博拉病毒通常通过血液和其他体液等途径传播 感染者潜伏期从2天到21天不等 患者的最初症状是突然发烧、头痛 随后是呕吐、腹息和肾功能障碍 最后是体外大出血死亡 据最后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在疫情最严重的三个国家 塞拉利亚、利比利亚和几内亚 共有26593人被感染 11005人死亡 在这次全球疫情中 中国彰显了大国风度 因为疫情发生在粮质短缺和医疗条件落后的西非 中国向西非各国捐赠了大量的物资 光是定点援助就有四轮 我国派出了参加过非典、甲流、汶川地震等救援活动的医疗救助人员入住西非 并花费巨资为利比利亚等国援建了治疗中心 收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肯定 2016年1月14日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非洲西部埃布拉疫情结束 在极多困难条件下 西非人民靠勇气和智慧挺了过来 人类再一次向病毒证明 只要团结一心 任何条件下我们都能取得胜利 如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还在发展中 但已经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人员进入了武汉一线 在他们的背后 还有无数医疗和科研团队 在对病毒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当年西非人民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都能挺过来 有着良好的医疗技术和条件的我们 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只要大家听从专家的建议 少穿门 戴好口罩 做好自我保护工作 这一关我们就一定挺得过去